以物体置于光滑水平面上 其左右各系一条相同的弹簧 且两弹簧均保持圆长状态如右图 若个别弹簧受力10公克重时可深长1公分 则将图中物体向右移动2公分时 需要多大的外力 根据虎克定律 我们知道一条在正比线度内的弹簧 它的瘦的外力的量值会等于它的弹力量值 会跟它的形变量成正比 那这个形变量包括是生长量或压缩量都成立 题目说这个个别弹簧 当它受力10公克重时可以深长1公分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弹簧无论是生长或压缩1公分的时候 它受的外力是10公克重 这个时候它的弹力也是10公克重 那么根据虎克定律 如果这个生长量或压缩量达到2公分时 它的受的外力 弹簧瘦的外力是20公克重 这个时候的弹力也是20公克重 当物体向右移动2公分时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左边的弹簧会被拉长2公分 右边的弹簧会被压缩2公分 那左边的弹簧被拉长2公分时 它的弹力是20公克重 好 那左边的弹簧因为被拉长 所以它要恢复原长的话要缩回去 要缩回去的话 它就会对外面这个跟它连接的物体 产生一个向左的拉力 这个拉力就是弹力 有20公克重 好 那右边的弹簧被压缩2公分 那它产生的弹力也是20公克重 那因为弹簧要恢复原长 所以它要对外面的物体要往外推 所以它对这个左边的物体 会产生一个往左的推力 这个推力也是它的弹力 是20公克重 题目问需要多大的外力 才可以让物体向右移动2公分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这个外力的方向应该是向右 作用才可以让物体往右位移 好 那么移动到2公分时 物体可以静止在这个位置 因此此时物体受合力是0 那它受到两个向左的弹力 以及一个向右的外力 那这三个力合力是0的话 那代表向右的外力的量子 应该等于向左的这两个弹力的量子的和 所以这个外力的量子算出来就是40公克重 好 所以答案就是C选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